空軍第七聯隊羅尚化中衛上個月實施基本對地 乍射訓練反航時不幸發生意外殉職 空軍司令部10號在台東制航基地舉行攻擊儀式 並且由總統蔡英文頒證包揚令及身中壯 同時授予鍾勇勳章並追進為空軍少校 場面莊嚴數目 空軍第七聯隊飛官中衛羅少華 上個月駕駛F-51戰機由台東制航基地起飛 執行基本的對地乍射訓練後 在訪航的過程中發生撞擊的意外事故 不幸殉職 空軍司令部10日上午在制航基地舉行了公祭典禮 總統蔡英文在國防部長邱國正的陪同之下 親自頒贈包揚令及金鐘壯 同時追證羅少華為空軍少校 蔡英文在致辭時表示 自己代表三軍統帥 感謝羅少華守護國家領空以及保衛國家安全 未來也指示國防部要全力照顧家屬 並勤勉國軍的弟兄姊妹打起精神 持續捍衛國家的領空 今天我們在這裡一起追思上華 感謝他過去為了捍衛所做的努力和風險 我要代表全體國人表達最深的歹道 我也要以三軍統帥的身分 對於上華的家人說 上華是國家領空的守護者 我們都以他為了 剩下的事 我們會一起來做好 我要請國防部 一定要全力協助家屬 代替上華 照顧好家 我要請所有的國軍 弟兄姊妹 務必打起精神 堅守崗位 將上華的精神延續下去 我們一起代替上華 捍衛後守護我們的國家 在公祭典禮結束後 隔四架F5型戰機 以編隊的方式 通過起零隊伍的上方 向羅紹華少校 致上最崇高的敬意以及追思 記者陳吉林 台東市報導 在公祭典禮結束後 為了公祭典禮結束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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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